多数人报证这些问题 所以它不一定就会产生 良法 每个法都是良法 但是能够保证它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法都是良法 而不是恶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制度保障 对不起你的恶法 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因为这个非民主体制 特别容易产生恶法 这个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少数统治者的利益 必然会和多数平民百姓的利益相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它的资源是有限的 它会发生利益冲突 所以国家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进行利益分配 那也就是切蛋糕 谁的蛋糕多一点 谁的蛋糕少一点 这个切蛋糕的刀 是掌握在统治者手里 所以统治者什么统治者 就是无法掌握在立法 执法司法的权利 它是统治者 如果它不对你负责 它可以把蛋糕切得 像它自己那边去 对不对 所以说 他们因为在非民主体制下 统治者不对选民负责 又掌握着立法权等其他的国家权利 但当然是要利用这个权利对自己有利 少数人的立法肯定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而不会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非民主制度才是恶法之源 不解决这个问题 谈什么恶法非法恶法 义法说来说去 那有什么用呢 什么刀制水制 部首偏旁考证来考证去 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讲什么秦朝 是刀制 而不是水制 因为秦朝的法律 老百姓特别厉害 但那跟法有什么关系呢 那不是因为法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秦朝实行的是秦制 是不是 秦始皇制定的法律能对你好吗 不可能 现在确实是要实行水制 实行这个水制的法制 但是如果说你原来延习的秦制 那他就会好到哪去呢 你嘴上说的是水制 那实际上不原来是 另外还有点还别忘 就是治国不只是立法 你的法律可以制定得很好看 但是你还有其他环节 还有执法司法 是不是 所以即便法制定的不错 看上去是良法 但是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 执法司法不利 那么你这个良法也只是花瓶 至多是对人民无害而已 而不可能真的把对人民的实惠 落到实处 所以如果不解决选票问题 那么不仅会恶法存生 而且良法无用 所以我们以前呢 更多的问题实际上是良法 当然 这个问题分不同的层次 我以前曾经有不止一个讲座谈论这个问题 不同的层次 恶法良法也是不一样的 像宪法和这个人大制定的法 那些高层次的法呢 一般都是良法 恶法都是低层次的啊 那些什么 徽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很多都是红头文件 但是呢 在我们这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良法就是这些上位法 没用的 你比如说你的律师 律师法并没有好好的 什么你会见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你确实能见 你确实能见吗 我想每个律师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到了当地啊 他马上会讲 对不起 我们当地的自治法委会训 不是这样的 他开了一个条子 远比法律有用 跟你说自治法委 什么开的条子 或者公安什么 有某一个什么什么 红头文件 那个级别多低啊 但是 而且是恶法 但是恰恰 在我们这儿 恶法很管用 良法没有用 好 那么再接着讲讲操作问题 即便在一个民主国家 仍然有可能产生恶法 比如说 刚才我提到的 最近德州议会 通过的反堕胎法 我认为就是一部恶法 民主立法 一般会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呢 未必会尊重少数人的利益 因为选票 多数决 对吧 所以多数 这个人得多数选票 代表多数人 他就当选了 但是少数人 会不会制定的法 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没有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 有一个法院 来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 因为这是民主政治的 一个盲点 那么一旦构成 多数人暴政 他就成为恶法 一部恶法 制定出来 怎么办 谁来判断他 到底是这恶法 对吧 自然的法 是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除了你的什么 内心 良心之外 没有谁告诉你 到哪里去找什么 自然理性 自然理性 到底告诉你什么 是不是 而且自然理性 这么告诉我 可不是这么告诉你的 对吧 你我他 最后 这个我们的什么 叫什么 自由信任 得出的结论 都囧难不同 所以要实际操作起来 这个自然法 如果说它存在的话 必须是体现在 成文法律体系当中 那么什么 哪一部成文法 我们讲 最自然的选择 当然就是宪法 宪法 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因为美国宪法 没有明文规定了 宪法就被 美国这个法院 首席大法官 马西尔 作为更高的法 叫Haiar Law 更高的法 相当于具有自然法的地位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自然法的一种成文化 但严格意义并非如此 宪法 仍然是制定法 但是呢 它跟其他的一般法是不一样 它的地位 要以其他的法律 高出一截 所以呢 当普通法律跟宪法发生冲突 那么宪法作为更高的法 就必须 法成效力 而不是低位节的法 对吧 上位法要压倒下位法 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 所以1803年 世界上的第一个宪 真正的宪法判立 就撤销了一部国会立法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恶法的判断 就相当确定了 那就违反宪法的法律 是恶法 法院应该以撤销 撤销表明 它对于人民 也就不再有约束力了 那么这样呢 所谓恶法非法 就得到了落实 当然你还提到 继续问 我要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学生总是会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 这宪法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真的是这样吗 对吧 因为我刚才提到 宪法也是原制定的成文法 宪法本身 是不是也可能成为恶法呢 会不会把这个一部恶性 反而把良法给否定掉 这可能性当然是存在 但是可能性不大 这也是个大话题 我就宣布展开了 大家要愿意讨论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简单的讲 我看到了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宪法 都是良法 总体上都是良法 不一定能保证 每一条都没问题 但是呢 总体上都相当完整的体现了 我所谓的政治自然法 就是一部宪法 该有的都有了 比如说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 周期性选举 具体选举体制可以不一样 司法独立 行政中立 但行政中立 有的是 宪法明确规定 有的是习惯 实践 这些 我把它称之后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平等 消极力的平等 不得歧视 构成政治自然法 那么 其实你们可以看看 中国1982年宪法 该有的 我们基本上都有 大家可以抱怨 就是中国的司法独立 做得非常不到位 但是呢 宪法里面 还是有 什么法院的 这个独立审判 不应该 受到行政和社会干预 中国此类的规定 只不过 现实当中没有做到 是吧 所以 只要宪法 得到落实 就一定能够 取得 极好的政治和社会项目 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 实际上 绝大多数的宪法 都是两法 尤其包括中国宪法 1982年不错的 当然大家有不同意见 我们可以再讨论 所以 法律是 善是恶 一句话 宪法说了算 光是什么恶法非法 恶法义法 翻来覆去 不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而且怎么样呢 而且架空了宪法 所以 宪法学者会很急 因为你已经 认定了什么恶法非法 剩下的都是两法 那还要宪法做什么 宪法就没事可做了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宪法正式来帮助我们 鉴别什么是恶法 什么是两法 而一旦面临具体的法律 具体的问题 是非 其实远比什么恶法 非法之类的 这种非黑即白的论断 或者意想要复杂得多 美国最高法院 我们看到 经常是无比是 判决某个法律 也经常是 只是法律当中某个条款 核限 那就成两法了 或者违宪 那就是恶法 最近最高法院就判了一个无比是 就是德州 就是刚才讲的反多胎法 有人提出了一个紧急 叫这个禁止令 其实认为这个法很有害 赶紧禁止 一下子提到最高法院 那么结果无比是否定 他不受理 那么这个判决本身 就非常有争议了 他不是九比零 是吧 这无比是 到底哪一方对哪一方错呢 德州这个法 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呢 那在非法法院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我认为是恶法 那对不起 武票很可怜 认为是良法 或者至少是没有大问题的 那么 所以这样的判决 事项以后 正在没有平息社会争议 仍然社会争议巨大 可见什么呢 可见什么是恶法 本身绝非一目了难 那么简单 绝非 什么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你有一杆秤 我也有一杆秤 恶法怎么产生的 那些立法者不也有一杆秤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 光是停留在这个口号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没有确切的标准 和有效的机制 真论这样的问题 纯属 放蓝 好 那么判断标准和依据都明确了 那么最后需要确定 这个判断主体 要落实宪法 需要建立一套司法审查制度 是吧 这都是常识 判断法律是否违宪 就和判断行政是否违法一样 我们有行政诉讼 这大家都很有概念 我们有宪法诉讼 所以对宪法诉讼有概念 但行政诉讼 八九年到现在 已经是多少 三十多年了 也积累的相当 多了经验 所以行政诉讼 是必须得有的 那不然行政违法 以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 到底什么来判断 行政行为 到底是良还是恶呢 所以都需要一个 法院 而且不是一般的法院 必须是有独立性的 所谓有独立性 就是独立于政府的法院 如果行政控制的法院 那么一个行政诉讼 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所谓行政诉讼 肯定得不到公正审理 对吧 因为法官不敢叹 如果法院不独立于议会 宪法诉讼也没有意义 因为他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理 他会害怕 我判决立法违宪得罪的议会 我们中国有啊 在03年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洛阳总治案 当时洛阳中级法院法官李慧娟 是法大的毕业生 判决河南省的总治条理 人大常委会制定总治条理 违法 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吧 制定的总治法 那你说这有什么问题 这就不是现法诉讼嘛 这严格意义来讲是 相对于起行政诉讼 只不过他判决的是一个抽象 低位阶的立法行为吧 对不对 在任何法治国家 过于任何问题 但是呢 在我们这激起的轩然打波 结果李慧娟被停职 受各种刁烂 指示了就03年 那个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 比较活跃 结果社会上产生了一片的抗议